大家好 最新一个新闻啊 这个美国影星汤姆汉克斯在澳大利亚 自己发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确认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汤姆汉克斯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著名影星啊 这个荒岛是不是 荒岛求生啊 荒岛余生啊 很有名啊 那么这一次啊 我要致敬啊 咱们也致敬来个荒岛造型 是不是 这不是他那个朋友吗 我也有个朋友 不知道我们两个朋友像不像 我觉得挺像的啊 哎呀 那么这个事啊 其实我就不意外了 很多人认为是澳大利亚这么严重吗 澳大利亚是不是也这个爆发了 你错了 汤姆汉克斯从美国入境澳大利亚 入境澳大利亚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认为是澳大利亚这个 管管控不严呢 是不是也爆发了 我之前就告诉过大家 美国早就已经人人都得了 那个流感病毒 全美爆发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就有这个什么 新冠病毒了 只是当时啊 没有把它单独列出来 那美国人早就体内带了 那为什么是在美国没查出来 在澳大利亚查出来呢 我告诉过你妈 美国呀 现在检测率不高 没有检测 就没有爆发 大检测 大爆发 那么为什么到澳大利亚能查出来 澳大利亚紧张吗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很紧张啊 所以澳大利亚不往美国那套虚的 他就查呀 一查一个准 一查一个准 基本上美国人呢 你要去正式筛减啊 美国患病率会非常高 这个汤姆汉斯自己也讲了 他这个症状就是跟那个低烧啊 有点小感冒 就是这个症状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流感 其实啊 这个武汉呢 包括中国一直在给美国背这个黑锅 因为啥 咱们没有话语权嘛 老实上 外国媒体 说是武汉肺炎 就是武汉肺炎 实际上一直在给美国人背锅 全世界都在给美国背锅 西班牙流感 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 最早发现呢 最早的发现 是爆发于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 一个军营啊 然后呢 一战 随着这个士兵 随着这个军队到了欧洲 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以后 西班牙政府没有管控消息 啊 就是向社会报道了这个流感爆发 这样说啊 大家认为哎呀西班牙首先爆发的 错了 还是西班牙再给美国什么 再给美国这个 哎呀 背这个黑锅 那么这次啊 我还是又印证了我之前说的 这个病毒啊 早就在美国爆发了啊 美国人其实在武汉那个病毒爆发之前 美国已经流行开了 但是当时只是不检测 或者是根本把它就当成流感了 而且美国死的流感人数 也是非常巨大 嗯 这里边 肯定就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些患者了 嗯 中国呢 因为很多恨国党 包括美国舆论战啊 美国那些媒体CNN BBC 盯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啊 国内政治 把什么事都可以挑挑成什么 政治事件 那么就很简单了 那有个吹哨人说这个东西 类似于SARS 马上拿出来大作文章 全国紧张 那全国紧张以后呢 中国进入紧急状态了吗 也是封城 结果这个事啊 骑虎难下 你说他严重吗 那美国呢 也严重 美国甚至更严重 他能紧 能不紧张吗 他肯定得紧张啊 那现在就看美国也戒严了 那汉姆汉克斯以为跑到澳大利亚自己安全了 实际上 他早就已经得了 早就在美国啊 早就在美国已经这个流行开了 那今天啊 我就给大家说了一下啊 很多人呢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 怎么说呢 美国实际上啊 这个流感爆发 就是和这个冠状病毒 有原因的 有渊源的 我还是互联网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啊 你看我疯疯癫癫的 但是我是互联网上第一个提出来啊 美国流感和和这个冠状病毒有联系的 我在两个月以前的视频就已经就已经说出来了啊 美国流感大爆发啊 然后当时好像是中国是刚开始啊 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美国流感和这个冠状病毒联系到一起了 那么现在汤姆汉克斯在澳大利亚啊 确诊 其实就印证了啊 美国总统呢 也是不敢测啊 美国总统测 其实他也有可能啊 阳性 就当流感痣就行了 但是他没有这个胆量 因为啥 被媒体夸大了这个病情 特别看着中国那些不实报道 以为中国人好像 哎呀 怎么是不是这么严重啊 是不是你就不能把它当流感病毒了 就把汤姆SARS了 所以都害怕 人心惶惶的 是这一次这个爆发疫情啊 很多是人祸啊 具体是谁的人祸 自己心里有数 你看看那些妖魔中国的那些自媒体 他天天讲的就知道了 这回怎么样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世界啊 是连续 就是大家是连通着的啊 世界是平的 很多事情啊 最后会回事到自己国家 还是后续看吧 美国检测 大检测嘛 大检测的结果怎么样吧 美国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啊 其实不是爆发 而是什么 发现 因为早就在那了 已经早就流行开了 甚至去年这个 10月份 90月份就已经 美国流感记忆开始的时候就有了 那这个事就非常有意思了 咱们继续关注啊 我这个朋友啊 我我也是这个啊 你影帝吗 你不好莱坞影帝吗 有朋友吧 我也有个朋友啊 这回呀 他母啊 他母啊 没有Jerry陪你了 你只能在澳大利亚自己玩了啊 咱们在澳大利亚也隔离 隔离啊 那时候出来啊 在澳大利亚咱们来个荒岛求生 那时候 我也是这个啊 我也是这个啊